忙碌生活緊湊腳步 累積出現代文明病 工作也有壓力 會焦慮 所以就會睡不好 像肠胃胃病 這也一定會產生 因為飲食不正常 時間上也不一定 吃飯的時間沒固定 胃酸會固定的時間分泌 如果不定時的吃飯 胃酸提早已經分泌出來 但會灼傷我們的腸胃道 腸胃道疲勞 可能會造成症狀 像大膠症有腹瀉跟便秘的狀況 類似個性比較緊張 壓力比較大 或是飲食不規律 種種內外壓力 衝擊腸胃 表現症狀 包括腹瀉 便秘 腹脹 輕一點打嗝 消化不良 胸口灼熱等等 在吸收的部分上 因為有些人可能長期 會有一些腸胃道溃疡 或者發炎的問題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造成 能解營養素的缺乏 如果餐餐吃到飽又無法定食 也常常攝取含酒精 咖啡因 碳酸飲料 辛辣和高油脂食物 甚至藥品不離生 符合項目越多 腸胃疲勞程度就越高 生冷食物嘛 然後烤炸辣 然後還有油脂 都會影響腸胃的排空 食物在胃裡面 通常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如果是高蛋白食物的話 甚至三個小時 到四個小時為主 平均時間的話 你最好是晚餐 睡覺前來前兩個小時吃完 那吃完之後再去睡 簡單穴道按摩 是最後一招 追根就底 飲食習慣調整好 才能讓腸胃擁保健康 大醫生的消失節 詢好 田志忠 台北部島